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罗斯 《论据与事实报》8号发布的采访文章当中表示 俄罗斯仍将坚持遵守五个核大国 防止核战争的声明 据俄新社报道 谈及防止发生核战争 拉夫罗夫说 俄罗斯仍坚持遵守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 于今年1月3号发表的声明 声明中有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内容 根据该声明必须防止 拥合国家之间爆发任何军事冲突 谈及俄罗斯受到制裁 拉夫罗夫说 俄罗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必要时会尽全力运用这些能力 那些用制裁的语言 与俄方进行交谈的人应该记住 目前俄方回应经济侵略行为时足够克制 但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 拉夫罗夫称 一些欧洲国家原本希望俄罗斯发生的一些现象 却开始在这些国家出现 一些欧洲国家出现物价飙升 民众收入下降 能源短缺现象 他还称 这就是普通民众 为自己国家政客的反俄情绪付出的代价